附近在園圖大概16歲的時候 過世了 從後來有班出的房間 今天為何我會稍微敘述一下 在眷村裡頭男性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這些女性 作家寫的基本上是女性 戲徽開頭一揭開序幕 就寫的是 這個裡頭的一個媽媽 帶著她四個女兒去參加一場喜酒 那喜酒呢 這個盧太太呢 盧太太叫李一梅 盧太太呢 就帶著四個女兒去參加 他們以前的那個老鄰居 這個邦家 邦瑞行他的兒子 這個報大談的婚禮 那邦家有三個小孩 這個包含這個小藍小梅等 那他就帶著這個 然後他四個女兒都沒有結婚 所以一開場就 那鮑江呢 這個盧太太他的先生 很早就過世了 所以是他自己一個人 髮大了這四個女兒 那相對於鮑江呢 鮑江的這個 他原來的妻子 鮑月行的妻子叫楊青 那楊青是個美人 那後來呢被包含桌奸在床 那他各位有沒有一點感覺 好像我們的眷村有些事情 當然不是桌奸在床這件事情 是那些 然後這個後來楊青呢 被桌奸在床嘛 那他的那個人不是楊青 他的那個人呢 是他怪異的對象 那個游虎成 游虎成就嚇著想要求饒 而且他其實都是老鄰居啊 就有點感傷喔 結果然後這個 這個 他就接觸掉求饒 然後氣的是這個楊青 那楊青呢 就啪哩啪哩就打到這個 游虎成 那個人那個臉上 就說那我走不到 要沒有我怕你怕哪門子 要沒有我怕你怕哪門子 要沒有發現這絕對女性講話 對 沒有堅持出身的人 講出來這個話 對 然後